恐怖来袭,南京大屠杀期间,古楼医院里的日军暴行。 作者,林小敬,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继文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格雷斯·鲍尔,出生于1896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蒂摩,他在1919年10月来到中国,到1941年回国,期间他一直在古楼医院工作。 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期,他成为少数几个留在古楼医院的外国人之一,积极参与到救治伤员的事业中来,成为二十多个见证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外国人之一。 12月12日,南京各城门均遭到日军的侵袭,从中午开始,中华门、中山门、水溪门、安德门、光华门等先后失守。 下午五十许,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罩,令守城将领开会,宣布撤退命令。 晚上九十许,唐生志等卫戍司令长官人员在煤炭港成伦渡江北撤。 这一消息传到南京城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格雷斯·鲍尔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空袭还在继续,防空机枪也在密集开火,我还是有些害怕,医院早已由于大量受伤平民的进入而拥挤不堪。 危机还在持续12月13日,南京正式沦陷日军在南京城,开始了持续六周的大屠杀、强奸、抢劫及防火分手。 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马基牧师,估计在日军占领南京的几天之内已有两万人遭日军屠杀。 由于日军的包围,并禁止人员外出以及电力供给,电话网络的破坏南京陷入了无电、无水、无电话、无电报、无报纸、无广播、无邮政的状态。 医院的外籍工作人员实际处于一种与外籍隔断的状态中,死前一直与父母及友人保持通信状态的包围。 也在这段时间内,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一时期约有二十万治二,五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跨到国际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也承担起了就治伤者的主要职责前数阴人手不够医院里的外籍人士身兼数值,但还是难以应付过来。 来到医院的伤者数目不断增加,原有的病房显然不够,医院里到处挤满了患者,鲍尔等人全力安置好他们,他在日记里写道,其他人包扎后安排睡在房里,我们为他们提供电子,大概有四十人睡在那儿,我们又打开了四楼的房间给其他人睡,尽管如此, 每天的伤员仍如潮水般不断涌到骨楼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 在骨楼医院接受治疗的幸存者,通过在医院的工作经历,格雷斯鲍尔见证了很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送到医院里的病人,很多都被日军打成了重伤延延一息, 这些惨状让格雷斯鲍尔等外籍工作人员一时难以接受12月22日骨楼医院来聊两个严重烧伤的病人鲍尔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两个是大约一百到一百四十多人中的幸运者,那么多人曾被赶到一个礼把中, 然后交上汽油火烧他们烧伤的情况简直无法,想象到不近而告诉我, 他难过的反备如此邪恶怎么会存在,日军的这些残暴行为最终使得外籍人士改变其对日军的初始印象变得越来越轻视, 怀疑,厌恶日军及其日本当局,此外妇女遭到强奸的情况, 也屡见不鲜鲍尔等人精,常接到妇女受到凌弱的报告。 他在日记里提到,刘易斯说他们已经收到一百个精证实的报告以后还会更多, 骨楼医院的妇女也不能避免这些伤害, 身处安全区内的骨楼医院内的医护人员可病患多次遭到日本官兵的抢劫, 强奸只有鲍尔、海林兹等外籍护士免受这些伤害, 因此他们也利用这一特权极力保护医院里的中国女性们日常碰过要出门的情形。 鲍尔就随同他们一起一座保护, 如果没有我或屈木尔的陪同学部门, 让他们中任何一人单独在街上走, 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南京大屠杀期间, 整个南京城内骨楼医院成了一个项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鲍尔, 在日记里曾写道, 今天鲍尔说,在整个南京城里, 我们医院是唯一一处没有妇女被凌辱的地方。 1937年12月13日, 是1938年2月这段时期, 在战前骨楼医院为日本大使馆的各种人员提供医疗护理服务, 而享有特权病且直到1938年的1月下旬, 仍旧有日本总领事馆的官员住在骨楼医院里治病, 但是这并没有给大屠杀期间的骨楼医院带来免受日军侵扰的特权, 骨楼医院仍然不时遭到日军的亲戚医院里的职员, 也经常受到日军的截掠, 威胁与恐吓12月14日, 大约有30来个日文兵闯入骨楼医院。 医院里所有的职工都遭到抢队被抢东西包括, 自来水笔六支法币180元表, 四支绷带, 两包电筒两具手套两副荣荣山一件, 不仅如此这天日军还闯进格雷斯鲍尔的住所, 抢走了一双皮手套喝掉了。 桌子上的所有牛奶, 然后又把糖罐一扫而空, 日军蛮横粗暴的行为让外籍人士也无可奈何格雷斯鲍尔曾多次遭到日军的抢侣。 他的日记中也记载了很多日军隐瞒的行为, 有些兵在我的家里, 就像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一样, 喝光了我们留作午饭的牛奶和水还向我要糖。 他们走后我发现, 他们翻遍了屋内所有的东西, 还个取所需卷走了许多我丢。 聊一双后手套, 陈太太丢了手表没, 丢了一只钢笔曲木耳, 丢了一个手电筒, 还有一些人丢了钱。 古楼医院部分医生和幸存者合影, 据留在南京城内的外国记者报道, 金陵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被抢去现金, 手表护士在宿舍里, 轻任成群抢劫者的摆布, 在古楼医院日军不光抢劫财务, 还对阻止他们抢劫, 强奸的外籍人士进行暴力伤害或持枪威胁1937, 年12月19日下午3、10, 一个日本士兵闯入古楼医院, 企图抢劫与侮辱女病人, 遭到时任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 与代理院长特里默的严正拒绝赶来, 并且勒令他立即离开医院, 然而他们却遭到日本兵的吃枪射击索性子弹打骗, 了才逃过一劫12月26日下午, 因为日本军官来到医院要求带走正在职, 班的夜间管理员鲍尔强烈拒绝, 但还是无能为力, 日本军官对鲍尔感到非常愤怒, 幸存者在古楼医院接受治疗, 尽管如此, 格雷斯鲍尔还是尽可能的保护留在古楼, 医院的这些中国人, 有一次他曾主持了一个声讨大会, 此时过来校医院办公室, 拜访他的福斯特刚好撞见了这一场景,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这一情形, 他想给护士们加餐, 就让厨师去买了些猪肉, 他花了四五元买了酒吧回来的, 路上他被一个日本士兵截住要他买的肉, 他抗议说, 他是给医院买的得送回去, 于是他们给了他六脚钱把肉抢走了, 但这次声讨大会没有收到任何的成效恐怖, 仍笼罩着整个南京城总的而言,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鼓楼医院因救助庇护中国难民而遭到日方的疾狠, 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曾遭到日, 均不同程度地骚扰鲍尔在内的鼓楼医院的外籍人员, 多次通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向日本大使馆承闻, 以示抗议此外日军多次派兵到医院来巡查可疑分子, 日军小分队多次到医院进行抢协活动, 还企图通过向医院派驻日方医生来逐步掌控医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南京形势急转之下, 鼓楼医院当月即被日军侵占, 1941年12月日美宣战后的次日, 日本县兵队与同仁会南京诊疗班进战医院院长, 副院长, 各科负责人军由日本人担任, 副院长,